11月26号 票台发号 黄珊珊 画面中是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的首场造势活动 虽然当天与世不断 但大批支持者无畏风雨 以行动力挺黄珊珊 让她相当感动 黄珊珊也再次肯托台北市民 11月26号用智慧选出一个有智慧 有能力 有想法的台北市长 我是黄珊珊 我来自基层 基层会痛 我就会痛 所以去年我每天都去剥皮疗 我每天都去晚华 我每天都跟台北市民站在一起 我每天都去菜市场跟大家站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个城市不需要说空话的人 这个城市需要行动的人 这个城市需要一点一滴实践理想的人 这个城市需要解决问题的人 以前大人告诉我们要努力用功才能够得到成就 黄珊珊的存在证明了这件事情 可是蓝绿的两党他们只要操作颜色 只要操作气宝 他们就可以取得选票 他可以继续愚弄人民 所以台北市民站出来用我们的智慧告诉他们 你们是会被人民淘汰的 今天的风雨很大 我也不想说再多 我知道你们为了珊珊全部都淋湿了一身 全身都淋湿 我很担心今天很多长辈会回去会感冒 拜托大家 我只希望 我们在十一月二十六号用我们的智慧选出一个试任 有能力 有魄力 有经验 有想法 有未来的台北市长 珊珊希望大家投这一票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你们自己好不好 好 是为了下一代好不好 好 为了下一代站出来投票 我们要翻转台北 我们要翻转他们那些假消息假民调好不好 好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做的民调我们至少作恶忘义 而且都在误差范围内 继续下去我们就会抽到地名 好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与清明党副主席张昭雄 也到场站台力挺黄珊珊 柯文哲强调黄珊珊是一位有行动能力的首长 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 黄珊珊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首长 我还记得去年五月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犯法已经相当危险的 当时中央还不肯进行社区的普筛 我下令说我们必须在薄皮寮设立第一个社区快赛站 黄珊珊只用了六个小时 就在薄皮寮把这个快赛站设立 当时如果万华没有守住台北就完了 台北失守 所以整个台湾一定沦陷 所以她的行动能力证明了她是一个好的市长地区 黄珊珊是一个有沟通能力的首长 大家都知道 瘫痪特别是流动瘫痪一直是一个问题 但是她就是有办法跟这些瘫痪沟通 而且提出了瘫痪精进计划 不管是设备环境食安等等 她都可以在法规跟市民的需求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处理瘫痪问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问题 但是她还是做到的 最后 非常感谢大家在雨中淋这么久 但是 你们回去还有三件事要做 拉票 雇票跟投票 固然 民主政治还是一人一票 所以拜托大家亲朋好友 要去说服他们 所以要去拉票 然后呢 因为这段时间你要顾票 不要被人家拉走 最重要的 10月26日你要去投票 刚才讲的 我们不可能一天改变这个国家 但更不能期望 你什么事都不做 这国家会改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后还是要拜托三件事情 拉票 顾票 投票 黄珊珊 我们一定会下选 对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有你们才会有我们的 我可以来自行的 我可以做到这个地方